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呢看到了自由亚洲的一篇报道 在这个报道里面呢有几个很关键的数据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这个报道里面提到 中国去年2020年的这个土地财政的收入 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个土地出让金 一共用多少钱呢 8.4万亿人民币 我再说一遍 8.4万亿人民币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就这笔钱这笔收入呢 占据了中国去年总体财政收入的46% 几乎接近一半 那么下一个数据就更惊人 就这笔土地出让金呢 它占据了去年地方政府总收入的84% 接近九成 那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地方政府它的财政收入 它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卖地 卖地就是它主要的一个吃饭 主要的一个活着的一个经营方式 就是这样 那么这里面就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隐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分几点来讲 首先就是说地方政府搞这个土地财政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那这个土地它也不是说无穷无尽的 它是一个有限的资源 早晚它会卖完那卖完了怎么办呢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地区的土地可能已经卖完了 怎么办 钱从哪来 我们这些年经常看到一个词会叫强拆 强拆 特别是在去年 前年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在北京周边地区有很多小产权房被强拆 甚至有一些有正规产权的房子都给你拆了 这里面就跟土地财政有直接的联系 没有地了 怎么办 那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强拆老百姓的房子 然后把地拿到再接着卖 这样的话它就会搞得老百姓冤生载道 就会大大的动摇整个体制的稳定性 这是第一点 地它总是会卖完的 而且可能很多地方已经卖完了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有些地方可能还有地可以卖 但是问题在哪呢 我们看到说一线城市房子还在涨 地可能还能卖出去 卖出一个相对好的价钱 但是中国很多很多地区 这个房子已经是有价无市 或者很多地方房子再往下跌 那么老百姓是什么状态呢 这个刚需越来越少 很多民众都已经躺平了 那房子就可能卖不出去了 对吧 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什么呢 恒大 它前段时间对吧 打折促销 为什么呀 房子卖不出去了吗 对吧 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那么房子如果卖不出去了 房地产开发商 就不会再盖房子了 不会再盖房子的话 它就不会买地了 不会买地的话呢 那地方政府哪怕你是有地 你可能也卖不出去了 或者你卖不出好价钱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这些年搞土地财政吧 这些地方官员呢 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躺在床上就可以睡觉 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呀 那他做这种事 他是会上瘾的 时间久了以后呢 就是说他就不愿意再去做别的事情了 或者是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做别的事情来增加财政收入了 一旦土地财政走到头了 那这些官员他也没有相应的办法去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么再往下走的话呢 地方政府他现在财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债务非常大 那讲到这儿呢 可能很多朋友会不理解说 既然土地卖的这么好 土地财政卖了这么多钱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债务呢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就这些官员他们搞这个GDP嘛 互相攀比对吧 就是希望上面的人看到自己嘛 是不是 又是建铁路 又是建公路 又是建体育馆 又是建博物馆 建什么开发园区啊 建什么这造不出芯片的这种什么芯片产业园区啊 建个什么新城区啊 就是你比我 我比你 反正就是为了增加GDP 让上面的人看到自己自己好升官 但是你这些搞起来以后吧 没有经济效益是一方面 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呢 那需要大量资金的话 它就不是说 靠你这个卖地这些钱 能把这个窟窿堵住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在中国吧 这个公务员系统吧 这个官员系统 它特别特别的庞大 臃肿 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啊 就中国 书记和副书记加起来 应有多少人啊 我看到那个书记 我很吃惊 大概是在几千万人了 那这我也没有去考证啊 但是我觉得 它算的还是比较科学啊 那整体上 书记都这么多人 那整体这个公务员系统 要有多少人呢 老多少人了 那他们不都得花钱吗 不都得需要钱吗 然后还有一些公共事务开支啊 比如说医疗啊 教育啊 什么养老等等这些钱 又是多少 非常非常多 咱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啊 为什么这个隐患非常大 就是 地方政府债务非常高 花钱的地方非常多 但是呢 收入来源嘛 几乎就靠卖地 那么地 很快可能也就没有得卖了 然后地方政府这些官员呢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 去增加财政收入 嗯 而且最近呢 就是北京不出台了一个政策嘛 要把这个征收啊 土地 就是土地土壤金的这个权利呢 从地方政府转移到这个税务部门啊 那这个事情呢 怎么说呢 他 说白了吧 本质就是把这笔钱呢 由岸 转名了 对吧 不论他是最终归属于地方财政也好 还是归属于中央财政也好 也就是这笔钱 以前本来是地方政府的官员 可以自己征收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按相操作 给自己赚取利益的这笔钱 现在呢 没一笔怎么花 即便是地方财政 没一笔怎么花 上面也有人盯着呢 习近平的眼睛看着你呢 所以他们可能也非常的气愤 那他们对于这种唯一的 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征收土地 出让金 可能他们也不会做的那么积极了 对吧 你说让我去 这个强拆别人的房子 最后钱还不能到我的口袋里 我干嘛那么积极啊 对吧 这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也可能有人说了 反正中国的地多嘛 反正这个事情是隐患 但也不至于说 在近期出现问题 这个我觉得很难讲 现在吧 这个事情 它可能已经在部分地区出现问题了 就这几年 我们经常能听到 不能说经常 偶尔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就是中国某些地方公园 发不出工资了 或者是教师 发不出工资了 这个就是这个土地财政 要走到头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而且呢 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消息 习近平不提到这个大土豪 分田地嘛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些民营企业家 现在这个遭遇啊 非常的悲惨 他这个也跟这个土地财政 走到头有非常大的这种关系 没有地方来钱了 他们还没有能力去创造一些什么产业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抢了 对不对 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兜里头 那这来的更快啊 比你高土地财政来的还快呢 你高土地财政 你不是还得从农民手里面征收土地吗 他还得需要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你这个直接把别人钱搬到自己家里面 这不是更快吗 所以他也是一个 这个土地财政啊 走到头的一个信号 那么怎么办 怎么办 这里面我们最近吧 也经常听到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什么呢 这个房产税的这个问题 房产税呢 也一再提 但是我看啊 很多地方政府也好 包括北京那方面 他们确实是想收 但是这里面呢 还有太多太多的顾虑 太多太多的顾虑和考量 因为你一旦收房产税的话呢 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 可能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那么这个房地产泡沫 可能就会破裂 那么这个呢 对于这个体制的影响呢 他们也不敢想象 所以说现在吧 在中国吧 到处都是坑 到处都是问题 而且这些坑啊 这些问题 他们还是互相牵连着 对不对 你牵一发 可能就会动全身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现状 那么走到今天吧 就是特别是最近这一两个里边 大家看到这个北京啊 真的是内忧外患的 到处都是事儿 国际上的这些事儿吧 前两天我也说了 今天我也不讲了 那这里面其实咱们最核心关注的吧 还是这个钱的问题 就是北京这个经济能力 到底还有多少 对吧 这个经济情况 恶化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这个呢 咱们还得一直盯着看 行 今天啊 咱们就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